您二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是拍那个女人当官的认识吗 没有 没有 太早了 我认识学青啊 是她跟长江演小品的时候 2000年 是吧 2000年 有一年在春节晚会 那个时候 汉林老师 我觉得她是导演的思维 跟她合作电视剧之后吧 就是她面对剧组发生的 所有的难事 杂事 烦心事 她都会用很冷静的那个心态 一个长者 一个老大哥 我觉得她是导演的思维 她会分析 每一个事情的背后是什么 然后就是从来不温不火 跟谁也不会急 绝对是长辈 然后绝对是前辈的感觉 不想知道 她刚才说 你那能吃的事是真的吗 你是怀孕了吧那会儿 没有啊 我就是能吃啊 真是就这样 天哪 她看我吃 她吓人 真是 真是 她劝我 她说她吃饭快 她吃完饭 她坐到对面去了 我就还在那吃呢 我根本不知道 她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乐 我就还在那儿吃呢 吃完再拿那个再吃 再拿那个再吃 就吃得可香了 然后她就一直在那儿看着说 你能不能别吃了 我才知道 受不了了 她吃的东西真的香 就是那个菜叶 把那饭包进去 吃得那个香啊 天哪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真的 反正我觉得我每次 至少吃三个 这么大的白菜叶 然后里边能扣 就那小碗饭能扣两碗饭 别提了 口水 对 所以哥在剧组的时候 看我吃饭像一个景 您能吃一个吗 我没有 我吃不了那么多 我试过 所以有的时候男的 有的时候女的真对 下次 下次我要给她做客的时候 我也这么写 对 那我一定猜是她 吃饭的时候 请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